喵 我是萌猫 今天继续我们的萌猫金融知识小课堂 最近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词 Taper Taper这个词常伴随着QE量化宽松出现 QE指央行通过购买债券 银行金融资产等做法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而Taper本意是指逐渐减小 在这个语境下是指央行逐渐缩减资产购买规模 逐步退出QE 收回QE向市场投放的流动性 简单的理解 QE就是增发货币 Taper就是收紧货币政策 那么这一次美联储启动的Taper是为了减少值钱货币放水的力度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来跟大家讲讲到底什么是QE 先把QE讲明白了 接下来下一期我会跟大家详细来说说什么是Taper 说白了 QE就是量化宽松的意思 低利率 狂印钱 央行大量印钱购买国债抵押担保证券 给商业银行大量金钱 商业银行低利率给民企 反正就是不支持储蓄了 给你钱 支持你买东西 支持你消费投资 刺激经济 但是QE也不能乱用 一旦过了头 商品供给没跟上 那就很容易通货膨胀 就像现在 那么为什么市场当中的货币增加了 就能够提振经济呢 我给你来讲个故事啊 比如说 熊猫决定发售100件熊猫T恤 卖给粉丝朋友们 以至熊猫就那么点粉丝 粉头统计了说啊 粉丝们购买T恤的预算一共就1000块 那么一件T恤的价格就是10块钱 可是发售之后呢 熊猫发现粉丝的热情很高涨嘛 于是就决定再发售100件 那么此时市场上就有200件熊猫粉丝T恤 但是粉丝们的总体预算还是1000块 那么此时熊猫T恤的价格就降低到5块钱一件 这就意味着熊猫T恤的价格变便便宜了 发行货币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市场上流通中的货币增加了 就相当于熊猫T恤的供应量增加了 那么货币的价格自然就下降了 而货币价格下降了 就是所谓的借钱的成本减少了 也就是说借钱的利息给降低了 就是我们说的降息 那么降息的好处就在于啊 市场上借钱的成本低了 那企业和个人呢就更愿意去借钱了 是吧 通过借钱可以去扩张企业和业务 以及他们的投资 人们也更愿意借钱去花钱去消费 而消费需求 投资需求和外部需求 被并称为三大需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通过降息 可以促进这三驾马车的前进 可不就意味着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了吗 因此啊 咱们再用大白话说一遍 什么是QE啊 首先美国的货币是由美联储放出来的 政府是没有货币发行权的 政府想要向市场投放货币呢 就必须通过发债卖给美联储 美联储用印出来的钞票去买政府债 相应的现金就流到了政府手里 政府呢就把钱再放到市面上去流通 因此美联储购买了多少债 就相应的放了多少货币 也就是所谓的QE 怎么样 现在你通透点了不 我是萌猫 我们下期接着讲Taper